2月8日大年初六由回国镇农民组织的雪豹杯弹弓比赛拉开了帷幕 原本只是六位农民朋友为重拾童年乐趣而自发组织的比赛 竟然吸引了周边各县市弹弓界的高手前来切磋技艺 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比赛就在回国镇李绍村的一片空地上举行 弹弓比赛组委会成员邵常国介绍 大年初二李绍村六位痴迷弹弓的农民突发奇想 决定自办一届弹弓比赛 并在网上发布英雄帖 短时间内各地公有热烈回应 大年初二才说这个事 然后开始准备各种筹备各种东西 联系朋友来比赛 主要是我们附近的人来比赛 没想到全国各地来这么多公有和高手都来参加比赛 现场记者看到 一张普通的毛线毯子充当了党部 一把改造过的乒乓球拍做起了指示牌 赛场虽然简陋 但是却丝毫没影响选手发挥 其中外地来的参赛选手格外引人注目 上弹拉弓发射命中 精湛的记忆博得现场群众的振振喝彩 今天来的参赛高手都很多 我想他们和我说些 很高兴来参加这次比赛 到这里面大家在一起 除了当工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能够在一起认识更多的朋友 能够互相的进行交流 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比赛进行中 围观的群众跃跃欲试 部分人中途加入比赛 仓促上阵 有些人甚至直接用耐火球做蛋丸 因为参赛选手不断增加 组委会临时决定中午继续比赛 这不赛场工作人员 只能把方便面矿泉水做午餐了 据了解 此次比赛共吸引了近200名选手参与 其中有一半选手来自郑州 洛阳 义马 孟金 焦作 南洋等地 本市农民朋友自娱自乐的比赛 却成了聚集四方公有的群英会